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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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上个礼拜我们提到 中国的《礼》 儒家很讲究《礼》 也因此禮是太刻板的東西 就用音樂來調適 所以禮樂禮樂 其實這是人類共同自然的 古今中外都一樣 西方也一樣 你在典禮的時候沒有作業 那這個也不太合適 所以7月1號在國家圖書館的那場 我的手稿典藏 因為我的學生也當國光的團長 我們就設計了叫演過我戲的幾個最著名的演員 唐溫華 溫宇航 還有那個誰啊 朱鳴嶺 趙陽強啊 在這個構成裡邊插唱一下子 開頭還有一些音樂的演奏 否則的話從頭到尾會顯得太乾枯 也是這個道理 那在上個禮拜啊 我們提到一種叫樂翅 就音樂演奏的翅蒂 這個在古禮裡邊呢 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典禮的聖大 或者是比較簡單的 就看他樂翅的安排 如果動用到樂旋 樂旋 樂旋 什麼叫樂旋呢 就是邊鐘、邊慶 一架邊鐘等於就是我們現在一架大鋼琴 邊慶也是石頭做的大鋼琴 那這個一架邊鐘、一架邊慶 它附帶的樂器是很多的 當然要有來節奏的鼓 各種的鼓 還有所謂八音之中的各種管弦樂器 那一種樂器啊 從它樂旋的這個組織架構看來啊 歷朝歷代的這個樂旋制度啊 可以好幾百個人不算盛大 可以上千人以上 所以中國古代的那個大交響樂隊啊 那啟示西方的音樂能比您的 我常常感到很遺憾 也常常罵我這些音樂界的朋友 我以前許常惠在馬水龍在 這兩位是台灣的音樂界的代表人物 我就常說你們丟不丟臉啊 台灣也沒有結婚進行曲 也沒有生日快樂送 也沒有這個什麼呢 這個商業的這個 這是一個民主應當都有 我們古代有 怎麼現在都拿西方的呢 那中國的音樂 你看近代百多年 都跑到西方去學習 使得台灣的這個什麼音樂系 明明是中國音樂系 上的課是在彈鋼琴 還好你們士得益老師啊 才把他改過來 這都是一個民主主尊心啊 喪失的緣故啊 所以從歷史上 如果再去探討研究啊 就應當可以恢復 一點這個民主的著尊心啊 我們中國的音樂啊 在古代是很發達的 很發達 你看我們在 飲酒演戲的時候 也都要有音樂的伴奏 而這個光一個飲酒 的音樂的內涵呢 它可以簡單到契樂的演奏 然後到歌唱 舞蹈 雜技 我戲到戲曲 到戲劇戲曲 都可以來配搭 那我請問各位 像這種典禮式的戲曲的配搭 它適宜是片段的 還是整齣戲啊 整本戲啊 當然只能片段 因為典禮要怎麼樣 才要進行 所以我們現在所講的摺子戲啊 如果追溯它的根源 摺子戲的背景前身 像這種情況 也是它的背景前身 而且非常的重要 另外呢 也由這個延伸出來的 在家庭裡邊 豪門貴族的家庭 常有所謂家計 家計 家計 家計就是自己家裡邊 所奮揚的 一些會唱歌跳舞的女孩 當家裡有宴會 她們就會出來 表演 之後客人 你們所讀的 這個 球長科傳 那個誰啊 洪福 就是這樣的身份 洪福 你們有沒有看到 韓西載夜宴圖啊 韓西載夜宴圖就是 這個 五代時候 南唐 南唐 李霍族時候 的一個大官 李霍族本來還要他做宰相的 可是他生活太不簡典了 他一個晚上 因為他收入非常高 很會賺錢 那 宋太祖 趙寬因他派人 到 南唐來看看 這個國家 還有沒有希望 好不好把他打下來 結果就把他那一天晚上 招待他的情況 用圖畫 把他畫 就我們現在怎麼樣 按照用手機給你拍下來 那回去報告 那這個呢 很容易可以打下來 對不對 因為你生活太泯爛了 你看裏邊的那個歌季 佳季和客人的那個 蝕毒的情況 那麼這個就是在家院營酒 明清兩代啊 這個風氣更勝 那就是在豪門貴族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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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買 購買那些窮人的子女 大概十二三歲 這樣的情況 買來 訓練 演出 上個禮拜我說啦 演出大了以後 怎麼樣 就 做機械 或者呢 再出去 教其他駕月做老師 那個身分是低尾 這個可以說 有些人連 連姓名都 不要說名啦 連姓都會被遺忘 看你這個什麼特殊 就給你一個什麼號 什麼胖傑啊 什麼酸妹啊 隨便叫一下 我呢 最近因為在 這個 對清代的鯉魚啊 要給他洗一洗 我就發現鯉魚怎麼一輩子都那麼窮 都那麼窮 一天到晚 都錢不夠花 而且 毫不感到羞恥的向朋友 哀求啊 他不是借錢欸 叫朋友 送他錢啊 幫他忙啊 或者他已經無以為生啊 類似這樣的信都有 我說你鯉魚 又是個出版商 你名氣又那麼大 也有戲班在演出 原來家庭呢 也做藥商 也有一些機器 怎麼會弄到 好像那麼窮酸呢 後來我考察他 家裡大概有多少人 得到一個決定說 這個肥 這個是養不起的 我把他算一算啊 一個太太 四五個妾 可能四個或者五個 還有四個雞 雞就是那個 集團裡邊的出來 還有呢 戲班子的女孩 她的也可以 你看這樣的人 還有生了七個兒子 兩個女兒 加起來 差不多接近二十個啦 就是可以考察出來的喔 沒有考察出來的喔 沒有考察出來的不知道 那戲班子的人 加上 兒子也會生兒子啊 都靠他一個人 所以說他一家啊 四十口啊 我想不夠分 一個人要養四十個人 所以當然會如此 你們知道明花園的團長啊 明花園 這個劇團他的關係很密切啦 我把他們 屏東來台北啊 我給他們 給他們很高的地位 一步一步 他的團長有一次向我說 那當回啊 我每一天一睜開眼睛 一百五十幾張口 等著我啊 一百五十幾張嘴巴啊 然後最近什麼 疫情大化 所有演出都 幾千萬就這樣泡湯啊 文化不符 不知道能補助多少 其辛苦可享啊 你像養一隻貓 一隻狗都很麻煩啊 何況養一隻啊 所以這個佳月啊 如果沒有豪門 沒有貴族 還有你看 紅龍夢裡面也只能養一般 紅龍夢裡面也都看到 這個賈寶玉和那個佳月裡面的關係 所以啊 這一些呢 的演出 各位想一想 就是在飲宴的場合 你來唱一段戲 怎麼唱法呢 就像我們呢 比如說我這個是主桌 兩排培兵 這樣排下去 中間是不是個U字形 中間 中間就擺一個叫渠書 那兩個字我一再寫過了 你們就知道 擺一塊地毯 就渠書 在上邊演出 在上邊演出 裸骨什麼就在 上下場這裡 這種演出 你想一想看 只能是片段的還是全出戲啊 當然只能夠 剪短的片段的戲 因為啊 在演練場合 能大家聽聽好聽的 或者是這個 看它最精彩的部分 所以像這種啊 也就是折子戲 產生的一個重要的背景之一 重要背景之一 另外呢 我們圓雜劇 各位還記得不記得 我說圓雜劇 一本有幾則啊 他每一本的演出是從第一到第四一連串演出 還是演完一出就來休息 就來唱歌跳舞雜耍特技 然後再演第二出啊 等於四則戲啊 是中間間隔演出的 所以圓雜劇的演出 事實上也是一出 一出來的 不是釋出連手連醉演出的 它這種情形 事實上就和我們所謂樂翅 第一杯酒的時候演這一段 然後其他 下一杯酒 就雜耍特技音樂 再下一杯酒 再戲劇演出 這一種現象的遺留 所以圓雜劇也不是四則連演的 四則連 另外呢 我們從明清傳起 各位明清傳起動不動呢 在早期都是三十出左右 到了後來像牡丹亭有五十五出 《長生殘》有五十出 《桃花扇》有四十四出 這一個呢 他一輩子 他一輩子啊 這幾個劇作家一輩子 恐怕都很難看到 他演出全本戲 像洪生一輩子 像洪生一輩子也不夠兩次 兩次演出他全本戲 其他呢 被劇團都把他刪得淫淫落落 最多就演了個二十來出 那麼如果他被在《九言歌席》的《長生殘》演出 那又是我們剛才所說的什麼 片段啊 折子啊 折子 也就是說 從我的考察 中國戲劇的演出 不管他體制規律長的短的 但是實際上演出啊 是片段的情況多 全本戲的情況怎麼樣 少 你們也可以從這個什麼呢 也可以從這個金品美 金品美這個小說裡邊啊 看西門慶一家演戲的情況 因為他那個演戲的情況 就是當時候的社會的寫實 只有一齣戲啊 叫做這個 什麼兩宿因緣的 這個劇本呢 是演了兩天兩夜 是全部把它演完 但到後來也草草率率 沒有真的好演 那為什麼要把這個演完呢 因為那個李平兒 金品美最受西門慶寵愛的 一位李平兒 他人也好 但是軟弱 就是被西門慶騙走的那位 他找死 西門慶為了哀悼他 就覺得說 我下輩子還要和你結婚 李平兒大概說 不要不要 所以演這個什麼 兩次因緣啊 把他演完 是這個緣故 其他也都是怎麼樣 遮止戲 遮止戲 雖然我的朋友啊 洪維柱啊 他說演全本戲的情況也很多 但是有時候各位要注意 我所說的是一種正式的場合 文化人的演出的情況 在民間有一種迎神賽色 對不對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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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酌神啊 這些有時候 在鄉下可以連演的 一個月連演什麼樣的情況 那他演全本戲的草台戲啊 可能是有的 可能是有的 所以 在民間草台戲 他今天 演多少出 明天演多少出 這就像什麼啊 在我小學初中 高中的那個 以前這個時代啊 台灣的這個 跑江湖的戲班 每到一個地方 他一定坐三輪車 出來採街 你們知道採街嗎 穿戲服 蛋腳 然後 摧摧打打這樣 讓觀眾說 我們要來演戲啊 然後把這些 女演員的照片 就在戲台的前面掛出來 照例演十天 而是連本戲 今天 明天 最後一定 老闆 集團團員說 今天演到這個 什麼 明天 剛才 怎麼 緊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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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緊張 要豁盛明天如何 就在那邊說 吸引觀眾明天在看 像這樣的一種 等於是 這個 電視聯繫劇的前身 電視後來不是聯繫劇嗎 他也差不多這樣 那當時候的形態是十天 跑一個碼頭 所以 劇團來了 悄悄打打 演十天離開 下一個又來 所以當初鄉下呢 也很熱鬧 熱鬧的原因 就不同的劇團 不同的輪番演出 那我們呢 常常啊 就 在這個 劇院 這個戲 最後半個小時 大門敞開 我們就 去戲尾 或者是 就撿那個戲尾巴 那這個給大家看 有好處就是說 你明天也想要來 那一段這個日子 可是這個呢 在 我所看到的資料裡邊呢 情況卻很少 因為呢 古人的生活雖然 雖然是比較悠閒 可是啊 你一年看三天的戲 什麼都不幹 也實在是 不容易的 不容易 所以他 戲雖然編得長 前本演出的現象 卻很少 所以這些種種環境 就逼使著中國戲局 要往哪裡走的路途啊 簡短 發展單折的這個戲 單折的戲 因此在明清之際 尤其明代的後半 而清代呢 卻產生了一種叫短劇 短劇就是 三折以下的戲 但事實上所謂短劇 幾乎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都是一折的短劇 所以短劇 事實上等於折子戲 就大量豐富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啊 這一種呢 創作容易 文人有所感受 寄託 寫一寫 文字好 九陽歌詞裡邊 音樂文學 都到位就好 也無所謂劇情的這個變化 或者是這個 這個組織這個什麼呢 來結構的問題 所以最適合九陽歌詞的演出 各位 像以上這一些啊 再加上 我們中國戲區史 從先秦到唐代 到宋代 所有的戲出 都是簡短的 這個背景 以及我們剛才所說的 配樂演出的 這個禮俗 原雜劇演出的實際情況 讓家約的戲出 種種這些啊 的一個背景的狀態 實際的現象 卻是討論折子戲的人 都沒有留意到的 都沒有留意到 那原故是怎麼樣 他們呢 沒有整個中國戲區史的這種 涵養和觀念 當然就看不到 好 所以我們剛才所說的那些啊 都是我們 有別與別人不同的看法 好 好 那麼 在明代以後 因為有這樣的背景 中國的戲區又浩如漢涵 真是多 一本戲啊 要花一陣子才看讀得完 所以我現在寫戲區史 最大的這個 沒那麼順暢啊 就是到明清傳奇 明清傳奇 三四十出就算短的 多的話五六十出 你說光要把它看完 那看完是不是就抓住了它 那裡邊可以寫的部分 尤其我現在啊 發現我很容易忘記 今天看啊 明天就忘了 所以呢 就要抓住馬上的感受 去把它建構起來 它以前不一樣 以前我是融會貫通以後 胸有成竹見目肛夢 在寫 現在呢 你花一個月 好好的收集它的資料 好好的這個 這個分析 這個劇情怎麼樣 到回頭要寫 忘記 所以偏心可以感受到 我寫得快 但是呢 方式不一樣 否則根本寫不出來 這個連人的一生啊 真是 各種情況都會 都會有 那在這樣的一種浩瀚的 戲曲作品裡邊呢 自然就會有要選集一些怎麼樣 大家第一 流行的 因為流行不管好壞 就是大家熟能詳 把流行的 或者請一些名家 像當年正宗書局 找這個什麼呢 孔德成老師 編這個明清賞文顯 那孔老師哪有時間去搞你這個啊 永遠幫我處理 那我那時候只是一個壽司研究生 我有什麼能耐可以做得很好啊 所以我的方法就把 別人 選過有關明清 散文的這個 老本子 找來 出現的最多的就優先把他選上 你們懂不懂啊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我這種方法 十大國文系的某一個老師 編高中初中的散文選啊 也用這種方法 國文 所以只要這個常被出現了 他就選 把他選出來 都是國 國務啊 總統的訓詞最多 那個出現最多 這個當然都是兇無成竹啊 因此呢 在明代佳境以後 就 有一種這個什麼呢 戲劇 選本的出現 就從 整本戲裡邊 選出散出 那時候他不叫折子 散出就是戳裡出 一出一出就戳裡 他呢 會說什麼樣 雜粗 或者集錦 雜錦 什麼粗頭 等等 各式各樣的名字 反正呢 反正呢 反正這個稱為什麼 什麼石井啊 什麼井 就是 選翠 或者用選翠 這種風氣啊 一直到萬利年間 萬利年間呢 在舞台上啊 在舞台上啊 這個折子呢 就開始發抖了 到了清代啊 各位清代呢 昆旗 慢慢衰落 那昆旗 那昆旗 衰落 他就不是劇場的主 主體啦 劇場的主體 由誰佔領啊 由皮房亂痰的 後來演變成精具 對不對啊 那昆旗這次怎麼辦呢 他只好來經驗自己 經驗往兩方面發展 一方面就是細出的藝術性 在舞台上淬裂 緊密 精緻 第二呢 又往角色的身上 集中 所以角色行蕩化 角色行蕩化 還保留了 折子系必須的條件 簡短獨立 這時候獨立要出來 散出的時候 還不能說很獨立 因為他只是 抽離怎麼樣 抽離整個劇本裡邊的 一出出來 所以折子系真正成立 是在萬曆以後 尤其清代的乾隆 這一段歲月裡邊 幾個條件都會寫下來 第一 簡短獨立 也就是說他出來演出 自己呢 不是沒頭沒尾了 而是可以 簡短獨立 有一個自成所為的那個 那個模式 不是吧 但簡短 第二呢 在舞台上淬煉過了 並明家明腳 主謀過藝術 第三就是說 他不再是什麼角色都可以演 而是要有行蕩的專業修為才能演 所以某一種折子系 如果是錯條的折子系 如果是錯條的折子系 你生蛋靜默修來碰我 同樣的道理 所以後來演員角色要 要這個怎麼樣 要入門要訓練 就有一種叫做五毒系 五毒就是說 形容很艱難 但是你要過這些關 你基本的藝術修為就鞏固 事實上也就是這一些 非常有行蕩 藝術化的折子系 有代表性的折子系 作為入門的根基 所以折子系呢 在中國戲區史上 它會佔這樣的地位 不是沒有道理的 它慢慢發展出來 出來 有關折子系啊 大概 情況是這樣子 它發展的歷程 它發展的歷程也相當的久遠 譬如說 譬如說 我們講義裡邊 這個 提到的 它的背景 是以夜 以夜又久的習俗 是家月的傳統 以明清家月的興盛 還有南系傳奇之榮長 很長 其文詞之雅化 南系傳奇啊 尤其新南系傳奇 有些巨作家 把它寫得太典雅 典雅到啊 有些這個冰白 都要用四六文 四六文就是什麼 平文 阿媽阿婆講出來了 你都要查字典才看得懂 老媽子也好 奴才奴婦 巨作家指示 我就是這麼有學問 你們知道 他的學問都怎麼來的嗎 有一招 就這一部 列書 列書 列書就把什麼典故 分列集中在一起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啊 他呢就 根據列書的這個典故 去編寫 所以編出來都有典故 好像那學問很大 事實上不知道 在台灣啊 我曾經有一陣子 這個 在報紙裡邊呢 叫救火隊啊 什麼叫救火隊呢 這過年的時候 有沒有人要看報紙復勘啊 沒什麼人要看報紙復勘 但是又要有報紙復勘 那過年的時候 說 就要寫一些什麼 和過年相關的 相關的這個文章 在副刊裡面 中國時報的編寺說 哎 黨魁啊 拜託啊 給我弄一個禮拜來 好不好 我說好 然後很快交給他 哎唷 你學問真大很快啊 而且都看過年 從這個除夕 元旦 然後元宵 還有拜什麼 一天一天 反正就一個禮拜 就把它湊合了 招數還是一樣 把那個 把那個列書找來啊 列書裡邊 然後把它編啊 裡面也有故事啊 也有這個什麼 有趣的文學的掌故啊 也有這個習俗啊 種種 很快就編出來 稿費還不少 這個 所以各位啊 要懂得應用招數 像我這樣啊 坦誠相告的很少 應該要讓你們覺得 我很了不起 其實就是如此 其實就是如此 好 那麼 則子矽的 先驅 先勤至常代至 矽取小矽 以誦經雜據願本 這個我們都講過了 矽取小矽 是大還是小啊 還是很小 短小 它不可能成為大細 所以簡短 宋經雜據 我們說宋經雜據是小細群 還記得吧 那既然小細群 它當然也是短 所以像這種細子背景 是一般啊 談摺子細的人 沒有碰觸到 它明正德 至家境間 北距南系玄本之 折套與賞出 這個呢 各位我們在 在這個 講義裡邊 各位一翻 它的名詞都有 或者翻翻看 必須把它翻出來 二十一頁 把那些名詞念一遍就好 第六十二頁 第六十二頁 各位翻開 第六十二頁 各位翻開 第幾項 第一項是提到的是聖士心聲 好 你把它唸一下 如上文續集之明正德十二年 方前期刊之聖士心聲十二卷中 由北九曲九卷南曲一卷 錄套數四代五篇 如南西鄉記 收齊團團腳腳三百六十新鞋留下的 八號西鄉三號 拜月亭收齊拜新月一號 王翔細文收齊夏日炎炎一號 後來張木 據此書 徵三趙敬而成 如嘉靖四年開刑之聖士心聲中 易收有南北九宮號數三百二十五號 彩木打劇 麗春郎等三十四種 細文下江南等五種 張士平嘉靖 已永年所作的續舟位 此書細工四方之人於風前月下 又以私竹唱語之餘 或有所考一來無之餘 其變呆 可見其所選集者為 鄭德志嘉靖間歌場所流行之劇目 非警工輕唱 但易幣劇場流行之實行散出 則可以斷言 您嘉靖以前 類似之選集 尚有郭學嘉靖十年 王妍旭科本 雍錫月虎 其中一間收細文 雜句套數 嘉靖三十二年 蘇林詹是 靖賢堂 重刊徐文昭 編輯之 工月錦囊 標示的是 新刊 耀木 冠廠 國旗 喜百事 上下欄 下欄收載的是 原名雜句和傳奇選翠 又名三鏡草堂邊 新編藍酒公辭 有萬利堅科本 但受錄者皆為嘉靖以前作品 其中男曲67套 多為其他曲集所不在 如該書所錄 夜行傳 黃梨黃梨 花梨黃梨 即為 宋元細文 萬江樓記之 散出全套 贏任其他選本 則只收零取散數取 由此釋書 亦可概見全本之外 南北戲劇的 散套散出 林哲 事實上 在鄭德嘉靖堅去歌場 去場上 被廣為流行 而這些鄭德嘉靖堅選本 與名萬利 以後製選本 可以說作用近似 因之其 散套散出林哲 自然可以 去之為哲子系的前驅 再看成書於嘉靖的季梅 七海岩子地 聯繫倡語的資料 尚文以引述改斷 再看第49回 西門慶引請搜尋 案 由福祉践行 日無色所云 聽了一則細文 第67回 夢玉樓 結韻 月娘 西門慶賜 詩族 溫奎 侯公 吩咐 扮演 黑進宮 黃戴季 唱了一則下來 又歌 歌緊殘陽 酒過數巡 歌唱兩則下來 拿下兩桌 酒鑽姚品 打發海岩子地吃了 再跟人來 將他唱 《四節季東景》 《韓西仔夜夜討學士》 下面戲子 多歌響動 扮演韓西仔夜夜 游騰下去 正在熱鬧處 當日唱了遊艇兩則 約有一根十分 有以上資料 所以 才唱的一則 才唱的幾則 聽了一則細文就起來 唱了一則下來 歌唱兩則下來 唱了遊艇兩則 諸於可見 對京廷梅的時代 嘉靖年間 戲文的演出 大抵為 一兩則到數折的能出 他們大抵是戲文的熱鬧處 《熱像前文》所聚齊 頂個十三回 《青鵬競電開》 《閻夜》 《西門慶觀慶展禮評》 和六十四回 《玉蕭貴陽》 《潘金蓮》 《何謂關記》 《富士娘》所記》 《那樣西門慶未改練》 《李平兒》 哪用兩個夜晚的時間 演出整本《御環記》的情況 《詩盟詞傳》 《omer김千蓮》 《吼長尼早文》 《詩盟詞傳》 所以我說的 大眾舞台 對不對 就剛才說了 各位 像剛才唸的那一段 唉 你们知道文章有时候说很缜密 让你读者佩服你 就是因为你挤出来立证扎实不扎实 很扎实 像这些各位要学 从这个资料里边能够选取很有力的证据 把它串起来 然后来验证你要谈的理论 你的文章如果能这样子 那就很能够叫人信服 如果只是说我以为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这种情况只有什么可能性而已 那都是怎么样 那就都是一种没有根据的一种推测而已 这就是空书 好吗 空书就是让你不敢相信它 而论文或者是你为人处事也一样 扎实 朴实 就是要言之有物 言之有物 你们看看我的论文一定要学这一些 学这一些 所以虽然是一个折子系这么样一个题目 但是我们的学法 向前向后的关照 所触及的 许多是别人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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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 这种观念 或者是没有触及的作严 那么这样就不输落 那么这样就不输落 你该谈到的 没谈到 那就是输落 不该谈的 你却谈了半天 这就是废话 要该谈的就应能谈 而且言之有物 好 我们休息一下吧 好 下边 这迎神赛舍 这个礼节船部 这个东西 在戏曲史上 由于他发现 是引起相当大的震撼 因为他的资料性 保存了两百多年 他保存的是明代的岳父 明代岳父的整个工作 生活相关的东西 那也可以说明代岳父 在参加这个什么呢 迎神赛舍的时候 他参与演出 我们拿来用折子戏 就可以证明他用的还是折子戏 所以这个也是很珍贵的这个史料 有没有折子戏 那么周子戏 新生的情况呢 我们又从明清选集的自明方式 判折子戏的过程 那么同时呢 我还从明代四代夫啊 他们的日记 他们的笔记 看戏的情形 它的笔记看戏情形 是不是在描述折子戏演出是最直接的资料 而他們所寫都是 今天看哪一齣戲 可見演出的是整本還是折子 就折子 像這一些 可是要找這種資料 並不容易 但是你知道 他們的日記裡面 筆記從哪有 懂得往哪裡去探尋 他就出來 這個 也就是說這篇文章 各位要學的 就折子戏這一個核心 這個核心裡邊 他是從 四方八面 浮湊過來 是從來的 這個浮湊啊 就像我們輪子 對不對 每一個鋼線 都是線索 它的歸區都往這個什麼 核心 去 這核心所建構起來的 才是 整體 所以你探索的 就要四方八面 各種層面各種線索 往這個折子系 的這個核心 前進 那麼 所構成的這個核心 就帶動了怎麼樣 整個輪子了 你這個 彈的 折子系 它就 扎實 煎實了 好 各位 我們來再看看 佩心裡的清代以後 折子系 蒼盛 蓋礦 三十頁 那麼清代以後 就是等民國以後 折子系又是怎麼樣的呢 好 清代的折子系選集 其重要者有十二種 新科初向典版時尚 黑腔砸出 對隱情 新月單位時尚 清風同眷 月輔歌舞台 新科精選 南北時尚 昏映養調 太古傳宗許庫 新月時尚 月輔千家合計 萬家合計 新定石調 噴槍 墜白熊 神音劍鼓錄 納書銀許庫 鄧雲和許庫 妮少文藝全庫 六眼許庫 昏許翠 明國以後的 折子系選集 其重要者有七種 惠圖精選 昏許大選 極稱許庫 田智樓許庫 宇眾許庫 促如許庫 同名取集 增定人子許庫 以上十二種 新人 堪行之 折子系選集 七種 明國以後 堪行之 折子系選集 或為純粹昆槍選份 或為昆槍與七陽槍有選 或為昆槍與一陽槍合選 或昆槍之外 互選高槍 斷彈槍 西齊槍之流行巨風 或專攻青槍 或昆槍演出 甚至 必有主事 深斷深容者 有宮尺庫 兼職對照者 而中影昆懼翻演為主要 可見昆懼實為 折子系之 捐手 而其雕視 宮尺白眼乃之深斷 則其 明顯演出 應 講究何故典型 也就是說 折子系 昆懼在舞台上 實驗改進其身之後 至晚清 其藝術已到了要講究規範 而不可親意 愉悅的時候了 而折子系 之之於 易陽青陽高槍亂談 其琴珠槍 則可見 風氣所需 地方系珠槍 亦勿勉進走折子系 而聚白求之 選昆聚打 460出 集成曲谷 亦達428出 則聚談之 遗難昆聚 哲子系 一刻之矣 成為於昆聚 哲子系初探 白麗雲 本書所收 昆聚巨目 均為哲子系 則故事初探 所收 並非全職 而已收96句 343目 則今日昆聚哲子系 之可見於歌唱者 尚且如此 一語盛哉 又洪維柱主編 昏許自見 陸有折子系 910目 而吳欣雷主編 中國 昏劇戲碼 則陸有 昏唱雜劇 南曲戲文 明星傳奇 曲唱劇格 新編 新牌劇目 總計 247句 122 1000 1226目 這樣的等級數字 怎能不令人 怎能不令人驚奇 中國戲劇劇談 從慣例以後 直到目前 實施 折子系的天下 而這種折子系 正是以昏劇為主要 也難怪許多人誤以為 折子系是昏劇所專屬 那麼 昏劇之外 京劇等 兩個根源 規劇和漢劇又是如何呢 還是以折子系 居多和突出 規劇如 劍劇 打櫻花 鬧花燈 許策老城 掃鬆下書 細鳳最大三 山門 細竹 獅子樓 快活林 胡宗林 胡宮林 十字坡 一平步 雲泥河 長百坡 花鼓山 安廳會 昭君出賽等 漢劇如 讓成都 邪本 衰情 撲飛 吉古那草 南詞 文昭關 映君山 方解拜碼 勸妻 太平橋 借劍 瓊林夜 醉洗下 南書 罵王朗 原本 展子 小學的 多數為 老生戲 也因此 開了京劇初期 以老生戲 為主的 跡象 剩下道皇以後的 京劇者的戲 陳昌公 跟余三聖 張二回 前三節 和 凱欣台 孫菊仙 汪慧芬 後三節 演出的劇目 也國伴是 哲子戲 2001年12月 上海 泰宇大 字典出版社 出版 黃軍 徐希普 主編的 京劇文化字典 其 所列舉之 京劇劇目 劇必正統計 其屬傳統劇目者 有 1232目 其屬 連台本系劇目者 有18目 其屬 新編補裝劇目者 有88目 基屬現代劇目者 有57目 總計 1395目 佔 絕對多數的 聖哲子戲 由戲考大全 可乾淨有期一代 至 明書 京劇劇場 演出之 劇目情況 劇必正統計 全書記 995目 皇上前言於 舊中以甘哲戲 比中最大 也有些是全本戲 可證 哲子戲 佔了 絕大多數 各位看 統計事物是自己會說話的 對不對 那麼 摺子戲的那個比例 是如此之多 雖然其他的劇種 也受到 昏劇的感染 還有摺子戲 但他們畢竟 是比較少 灰劇、漢劇 是 經劇的全身 是經劇的全身 而經劇有摺子戲 所以 灰劇、漢劇有摺子戲 也是 很自然的 那麼 摺子戲真正的 冤屬 是在哪一個劇種啊 昏劇 對不對 昏劇 原生 產生出來 那麼昏劇的背景 就我們這個所講過的 因為它 太長了 它文字怎麼樣 太凝念了 全本讀起來太累了 而演出又是怎麼樣 九言歌詞為多 李 演出 都 以摺子戲 方便 所以才走上這個路 那麼 昏劇 就是經劇在藝術上的母親 經劇 可以說從昏劇那邊 學了許多的舞台藝術 也改變了不少 這個細處 所以經劇 當然 也會向昏劇學習 所以經劇的 摺子戲劇 同樣非常煩惰 也是這個道理 好 讓沛心休息一下 你們哪一位把這個結論 練一遍 文秀啊 你來練一下好不好 結論 謝謝 謝謝 使之成為出頭 但由於出頭說的人少 折子和折子氣變成為通食的戲曲名詞 其選吉因大底曲 全 本質精華 木梅里 齋景 皺景 景曲 萬景 何景 破 玄翠 翠雅 石翠 春枝 但也有盡以其出眾多之全本的春枝為雜珠 雜曲 雜細 雜柱 而將折子氣用來稱呼轉小獨立金武臺實踐距航蕩藝術的戲曲名詞 則晚出1949年中共建國之初 因為民國早期之戲曲名家如齊如山 莊清邑 顧錫華等 上演習明清稱之為折或初 折子氣騎實為中國戲曲演出的古老傳統 這種傳統建築先行至唐代的戲曲小戲 中京雜劇院的四段中的《傳》和《肥曲雜劇》 四則美則做獨立性演出的《折》 以及民間小戲《男雜劇》之一則短劇 其原故事中國有以月又久的傳統習俗 也有佳月的傳統 而明淡的佳月又特別完勝 以月又久其所演出的戲曲勢力不能攏長 而北劇男戲演全本的時間 北劇要一個下午或一個晚上 南劇傳奇則要兩個昼夜或三的昼夜 都非右久所容許 因而採取傳統的混亂性演出 但明鎮得佳禁 北劇男戲看本最有栽套與反出的現象 如《盛智新生》、《雍兮月》等 而《銀神在社領劇》 《傳部四十曲公調》 也反映了《民間四神禮儀》中 《靈哲》散出的演出情形 《零萬利》以後 《折》子戲已經發展完成 從此進入了《黃金時代》 迄今不衰 他在《明金兩代》突然盛行於佳月之中 和《江湖幽靈》戲班所幻演全本戲的大眾劇場 乃至於宮廷、寺廟、歐蘭、客店、酒館、傳訪 也都擋住折子戲的潮流 這在文人官具、記載和相關資料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也因此 今日留下的折子戲劇目 無論村具或京劇 均有成千上百 因為發展完成之後的折子戲 具有短小獨立 舞台十劍、球精進、行蕩、藝術化三個要件 而這三要件都在藝人手中成就 所以折子戲雖然不能像全本戲那樣 反應廣闊的政治社會和生活 但卻可以嚴謹一概 比小見大 虧報一般 更在劇本成就上 有了杜二所舉出的這個要點 一、不同程度裡發展和豐富了原作的思想性 二、適當的剪裁刪檢實內容更為概括提湊 三、大罐加工在石像化、公主化上下工 四、洞室穿插和下場處理 化反制為生動 杜氏平認為這些特點成為前家以後 昏居的優良傳統 但由上文的論述 可視給折子戲的新成就 其實是萬曆以後所有具種折子戲的共性 並非昏居所特有 然而陸氏所強調的折子戲 藝術角色行方化 則是很重要的觀點 無共苦周知 緩取雜趣之末誕 但分別為主唱之男女性人物 可以扮演、扮飾任何人物類型 而男性傳奇之生誕 則分別為男女主角和女物 且生誕有生誕之曲 鏡丑有鏡丑之槍 生誕之詩對觀眾之唱作也表演 而鏡丑等其他角色皆為次要 皆為襯托生誕而設 本身難於優秀發揮 而折子戲、折江戲藝術行方化 時刻門角色皆有 通分展現才藝的戲出 其將介紹成 十有五出口月為十一故整 如此一來 又是戲曲藝術 大大的提升的角色行方的修為 生誕即莫愁簡直 可以併駕齊驅 無形中使得戲曲品味 更加的分批雜成 觀眾也可以 於蜜水三千鐘 或於蜜水三千鐘 各就所好而取其一條影 對此 徐古明哲子戲簡論也說 哲子戲以哲為單位 生誕進程各有本工戲服術一致 而又可外面同方 例如昆曲等各面的重頭戲 有游國如 及西鄉紀遊殿中的法風 白劍長 隨虎紀國桌中的張三郎 坐劍長 月嶺紀如林中的僵屍 唱劍長 又如冠生的重頭戲 有《書》 《金劍》 及《吉哈記》書館中的 蔡博街 《長生店》《金劍》中的 唐明華 《金猜記》《劍娘》中的 王石鴻 都以唱白作並重 如此演員對本工戲 《金雕戲卓》 互相近代 自然不斷提升異宿 而寬奉也主要在欣賞其異宿 即使不同劇種的同一劇目 如《吞金幹》的《稻仙草》 《吞川楊》的《水漫金山》 也都各有特色 各有千秋 王安齊更認為 傳統折子戲 對當代戲群更有積極的其他作用 那是在人性複雜面的呈現上 可以說就是折子戲角色 航上畫透的具體說明 折子戲的演法 打破了原來的主材關係 原本為不足道的小人物 反而有了足夠的空間 去呈現生動的面貌 駐足於暫時凝結的時空裡 舞台的焦點轉為為 原生重上的展示 縱使是平庸、卑微、甚或是反面人物 也同樣可以流露深厚的內心世界 可是 陳隆富士佐雲 在折子戲觀賞重了一切的情況下 所產生的後遺症是 因異再合律 不不文藝 或許美兵不不定格 三曲分白 不止失敵 而無論如何 折子戲 既以短小獨立為性格 折其片段單薄 與原本波節 若非熟悉全本 正不知屬於 也是他天生的必定 但是折子戲在戲曲表演藝術上的成就 也確實力能刮目相看 無道數之外 是否尚有其他的意義呢 對此 王秋慧編輯 善本戲曲重刊中 歸納故雲子 王葡魯 葉德軍 趙德森 前南陽 學術生 游諾瑜 和韓南等 介紹各選籍和學術的重要性 認為上本戲曲重刊 具有以下五種學術 一 保存益 劇 詩和益曲 二 可供教刊定古之用 三 顯示原名傳奇改編的複雜過程 四 可做民間傳說研究的資料 五 含長許多民間文學 如書曲 酒令 名語等資料 這種點 若就德子戲劇本而言 都可以當之一愧 尤其是前三點更是當仁不辣 而王秋貴既主力說明 就不在最處了 好 這一篇 後來也在 化尾那邊幹什麼 那邊要編一個什麼 有關折瓷式的一個論文 那有沒有記給我們 很久了 很久了 你看這個 我喜歡寫複記 就這樣子 記載 手碎的東西 所以這一篇是三結構的 但是我相信還不影響各位 對折瓷式的了解 那個 這個各位在學習之中 最重要的 就是 就是 對於 對於 因為如果你將來要做個 學者 包括你教書 你研究機構 那就是要 像我們這樣的人學習 如果你畢業以後 如果你畢業以後 要練模出路 到這個比較 應用性的 比如說書店 或者是 這個 劇團的創作 或者是 其他的 其他的 這個部門 當然 學術研究的 態度方法 就可以不那麼樣講求 不過我個人覺得 因為我一輩子 什麼都沒有做過 只有兩件事 書和酒 書是拿來讀 我讀書 寫書 教書 然後 以教書為火 飲酒 是拿來 作為一種日常生活 呼朋引伴的 一樂 所以我買的東西 也只有這兩樣 從來 沒有買過其他的東西 只有在大學的時候 這個 得到獎學金 想要沙漫沙漫 要穿一些 比較漂亮的衣服 因為在我們的時代 卡基布 就是 褲子也是卡基布 上身的卡基布 都是這樣很簡單 給土裡土氣 那我就好 我給你做一條西裝褲 穿回鄉下來 獻要一番 買一件這個什麼呢 毛衣 結果把這些 這個都花了 我還特別請了 香港的朋友的同學 陪我去 他在那邊走 看又看東翻西翻 說好沒問題買 結果 買回來穿了以後 送洗 洗回來以後 找不到我的褲子 怎麼搞的 我都找不到 後來說這個就是我的 我說怎麼會變成這樣 顏色也都變了 然後我看看 還好那個褲頭 做得沒怎麼好 我當時就覺得奇怪 喔 尤子還認得 這果然是我的 穿一遍以後 就不能穿 那個 毛衣呢 穿了一陣子 就脫毛 都是被騙的 從此以後 謝捷往來 你們師母啊 什麼在裡面 百貨公司 我說你買吧 我出來看女生 我出來大街上 看看時髦的女生 我從來不跟著進去的 你說什麼要我叫去試穿 我就進去 穿了我就出來 一切做主 我好沒有反對的這個現象 所以過的日子是這樣子 這樣 那當然呢 在這個 以書為武 可是有發現 你在讀書 做學問裡邊 常常從這個自學的態度方法 拿來做為生活的態度方法 也常常會很順利 你用這種方法 它會比較 桌圓 而沒有這個疏弱的地方 你用這種方法 去處理事情 也會比較 桌到 而這個成功率呢 相當的高 相當的高 因為自學態度方法 最重要的是什麼 步驟 對不對 步驟要對 你見過的方法 就自然順當 還有我們自學呢 不同的題目 馬上可以給你一個 要來應付它的 什麼 應付它的那個 方向 輪廓 切入點 等等 也就會浮現出來 所以以我這樣子一輩子 可以說生活到極簡單 極簡單 純純粹粹一個讀書人 只有怎麼樣 只有在聖年的時候 國外都跑 到美國三所大學 哈佛密斯跟史丹佛 到德國的盧瓦大學 河南的萊頓大學 香港的 這個香港大學 這些學校 遊走 還是在增添 這個學術的能力 後來我走出校園 推動民間藝術的 維護發揚 像我這樣年紀 又頗有能力的人 從沒有做過行政職務 遊是怎麼樣 做基金會的執行長 董事長 遊的話是統籌 兩千多個人的大型的藝術 學術的活動 兩岸的交流 沒有人辦的這個活動 比我還大 當年那個活動 光表演著兩千多人 現在你們看有哪一個 五天五月 參與演出的就兩千多人 我花政府的錢少得不得了 聽到有些人在哪裡演出 一個晚上兩個晚上就兩億多 我說這怎麼貪污的 我心裡面的感受 你是怎麼搞的 然後呢 這個 把它推展在國外 我率領集團出國啊 你們想一想四十六次 可怕不可怕 美國賺好幾千 加拿大 紅衝直賺 歐洲 中歐 西歐 南非 澳洲 東南亞 日本韓國 日本韓國 這個什麼 彈槍不必說 大陸也一大堆 四十六次 每一次都是非常成功 因為有規劃 因為在宣揚我們的 藝術 其實我這一些 也都是利用自學態度方法 去做這個什麼 藝術文化的輸出和活動 我舉例給各位聽 譬如說 我這一次要出國帶領這劇團 哪些點 是什麼樣的對象 什麼樣的環境 什麼樣的劇場 我都先了解好 好 這是在大學裡邊的 那麼在大學裡邊 就有對大學演出 呈現的不同方式方法 好 這是到一個社會大眾的這個場合 那又是個場合 不同的情況 好 這一次 是 父母親帶小孩子來的 那又是怎麼樣 譬如說父母親帶小孩子來的 當年我們第一次要出國的時候 那時候的國民黨政府 防範的到什麼程度呢 說我是帶著團去拖響共產黨的 不叫我出去 一個禮拜就要出發 他還不合作 外交部 什麼單位來開會呢 警備總司令 這個部還有這個調查局 外交部 這些單位 那要送我們出去的是什麼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 是辦官方的 那我在密歇根那一年 聯絡的 一些管道 叫做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的一個單位 中國研究中心 遍佈各大學的 所以我去的是十二所大學 的這個對象交流演出 你看我們的政府 所邀請我的單位 是偏向共產黨 不出去 我們就說 你是從來不和這個單位來往 他當然往大陸去研究啊 所以有一次這個 這個調查局的這個 局長啊 少將局長 就擺來一桌飯 都是那些說 叫我出去要 把舞台稱成青天白露 滿地紅 三種顏色的 這種官員 還有叫我們出去的時候 中華民國的國旗 就要扛這個禁場 警備總司令 這樣的 給我們許多的這個什麼 否則的話 你出去就這樣 就被人家 還有說 外交部那個說 曾教授 你人都還沒有出去 已經被打敗了 你知道嗎 我說我還沒被打敗 我人還在這裡 好 那一次那麼嚴峻 一去 我就對那個少將說 局長 我今天知道這個飯是要 為什麼要吃這個飯 我想 先由我來報告一番 我就報告說 這個延期是因為我在 這個美國有多少經驗參加 我對大陸的經驗是怎麼樣的 經過怎麼樣 如何組織如何什麼 那麼這一次的意義是怎麼樣 邀請我們的單位 是第一次邀請我們 那是因為我們沒有給他機會 我說 局長 你難道我們中華民國在這樣的這個 時代裡邊 還要退到太平洋嗎 我們只有前進啊 所以這個是我們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如果我們不去的話 美國十二所大學都覺得奇怪 我們又請你們來了 怎麼不見人引浪 一說我們怕 我就丟不起人 類似這樣 還說我有多大本事 我的副領隊彭靖錫 英文有多好 這個西方的戲曲波士 我是中國的戲曲波士 還有這個顧問 太平洋基金部的副主任長 他是法學博士 三個法學博士 三個博士 教授 帥領那個小布袋戲團 你們還怕什麼 這樣說完 那個局長就說 曾教授被你統戰 好了好了 就不再說一句話 我們就出去了 所以我們出去的時候就說 這一次如果 如果失敗的話 那麼我所倡導的 以民主藝術做文化輸出 這個理念是在國建會 我當文化組的召集人提出的 提出的 因為我有那個身份 所以提出 那時候政府是 把它當文化工作的一個指標 只要 團體可以出國表演 政府就要支持 給錢 那個時候 那我是第一次要這樣做 好 所以我們說 哎呦 今天這一次啊 有父母親帶小孩來 我們就把所準備的兩 一千多把小國旗 準備好 然後呢 我就去把這個 劇場裡邊 有沒有美國國旗 有美國國旗 就把它插在 左邊 我們的大中華民國國旗 插在右邊 那一個小布袋戲團的這個舞台 插起來 你怎麼照相 會不會都入鏡呢 都入鏡 然後呢 最後 要適合小孩子的興趣 讓他高興了 最後說 來我們先開放給小朋友玩木偶 就上台去讓他玩木偶 讓我叫這個團長 許王的太太把國旗拿出來 然後說你要嗎 他們說我要我要我要 這小孩子 人人手中一把國旗 然後呢 完以後 滿腸都是國旗 所以那一天的電視新聞報出來的 整個畫面都是大中華民國的國旗 我們就錄影回來 把這個收集了一大堆 回來以後 辦一個記者會 這幾億於315房 辦記者會 那個太平洋基金會執行長 那個誰啊 叫李東貴 他呢 你看我們一個小布袋戲團 在曾教授的率領之下 出去做一個什麼 文化交流是這樣的 歌星 什麼星出去 有這樣的成績嗎 看到國旗嗎 你們要的國旗 你看我們滿天飛舞啊 你看看 那個 那個 外交部那個科長 躲在旁邊 他一點都不敢出來吭氣 所以就用自學態度方法 我們就把它用上來 順那個情勢 很自然 你要把它造成 滿腸鍋起飛舞還不容易 你難道說 來來小朋友 你們來拿國旗 我們來照相 這不對啦 不對 他在陌方幕後 看到國旗 主動要 搶著要 一走出去 通通是國旗 電視台一照 看我們的演出 左右就是 中美的國旗 對等樹立的 類似這樣子 就是自學態度方法 所以自學態度方法 不是說 骨子在奏學問 我誠懇告訴各位 我的經驗 我用這些方法 去處理文化事業 接人待務 我都認為很有用 好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說明 我會想到這裡 他會有很多 擁有的 照片 他可以說 我會想到這位 我會想到這裡 我會想到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